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公共研究的陶瀋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们一概之把它作为技术或者供器 或者什么东西 并不把它作为一个使用器 但是后来因为我在公共里头我们是专业人员 但是我那时候有两个任务 一个就是专门解答关注问题 关注有什么问题来的的话 他这个总机就接到我那里 接到他呢 你接电话 什么问题 我就把他搜索回答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外国的代表团 一般是全公共的讲解 全公共的讲解 全公共的讲解是很匹马的 他照着讲解是对的 那么我们这个呢 就是那个专业代表团队 还有高级的中央领导团队 让我们去当监制人 那时候就是我去 我去跟他们说 说出一些道理去 比如说越南代表 越南看我代表团队 我们就陪他到陶瀋馆看 这个东西 这个越南代表团 我来看 我应该跟人讲解他 我就问他 我这个东西 以你们越南人的朋友来看 这个东西 实用就实用 他实用啊 以为就实用 你怎么实用 我怎么实用啊 他说我们越南 现在还有文越 这是在夏天 我们越南人不叫道子 除了道古的季节 太阳下山了 道子也水火了 那么这些总道的男人们 就拿着一通酒 那一通酒啊 那个牧桶啊 有很多那个窟窿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的窟窿 一个一个窟窿呢 一个人拿一个管子 查进去啊 供应一壶酒 他说我们呢 这个高级的地方 也有这种供应一壶酒 要查进去 很一步说 我们这里也有 这种可能也是这样的 得到启发 得启发但是 还是没有证实 后来我们越南 这个云南的 云南的 现在的带主啊 现在的带主啊 他用这种器 就是大家供应一壶酒 所以他又是供气 但是呢 也是生活当中的实用气 实用气一般呢 都是来过节日啊 或者是这个 晨凉那些啊 这些都是这个 男人们 男人们 世俗大的男人们 坐在一起啊 来供应一壶酒 另外来供神仙呢 也是不错的 这就是你看 这就是这个 白宋完全听似的你看 他也有装饰 谈刺花会 嗯 这是你看上面的雕塑 这是白宋 希望同事们看到有话 这是白宋的 记住 记住 那这也是 那这也是白宋的 而且就是还有这儿呢 还有这儿 什么君知者之心啊 什么的 不定心啊 还有这儿 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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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后期的 你看 他这个 这个又又又又又 啊 还有这个 一遍 这是干脆拿走 拿走 用这些地方 该法 就是那个 那个右呢 多时来 这个底啊 出来 或者二次讲话 出来的 很自然 它的右面不平整 它的表面呢 比如说 随着岁月的流石 一起磨成圈 就很自然的流石 很自然的磨成圈 这个是农泉青池仿南宋官窑 有点像你这样 跟你这个一样 所以你这个可能是农泉青池仿南宋官窑的 仿南宋官窑的 因为农泉青池这个地方有一股风气 就是仿南宋官窑 你看那个口没有 跟你的指辈人的相似 就是这一片 这个又跟那个相似 这个胎也相似 另外这个口也相似 口也相似 这个就是农泉 农泉仿南宋官窑 农泉仿南宋官窑 这个是南宋 农泉仿南宋的窦一碗 农泉仿南宋官窑 这个是南宋的 也是仿官窑的 这个百年喜 这个要是不注意他的胎 要是不注意他的胎 这些人很容易被人看出是南宋官窑 没人看出是南宋官窑 所以建立的时候要把有南宋官窑 跟那个文序分开 这样说 这是比较晚的 这是年少的 这样说 这是被送的 这是我们的考古发的情绪上 我们发现的是大北岸的姚婷 商业的姚婷 这是南宋的 古丁石 古丁石 这是一个中而机会的香味 香味味 这个呢 从南宋的末期到原厂 更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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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 这是一个南宋的 这个呢 就一个梅之清味道 又厚 太薄又润 一个梅之清的味道 这是一个脆清釉的 脖力是很强的 龙前青子 就这个东西很流行 很东 就是上面有个链桶 底下呢 这个脖子粗粗的 底肩部小小的 然后呢 这个肚子又小小的 就是小小的 龙前青子很重要的 就是 看它这个台的玻璃 看它这个台是一种潜灰滩 还有因为脖子是比较强的 另外 底部呢 做制作 底部的制作 底部制作啊 那叫火属红的现象 现在做甲烈的火属红呢 就是涂到 涂上去 涂得非常的整齐 涂得很整齐 这一次 就南向到远了 那这是南向最优秀的这个形成 那么这个 它的鱼啊 有这个 玻璃是比较强的 玻璃比较强的 最清鱼的 那么也有玻璃是不强的 像鱼一样的 这个也没用 把钱也没用 这个就有 这个双封耳拼 双封耳拼 但是呢 现在市场上啊 有一种啊 就是那个 开极 还有那个造型呢 都是难受的 但是那个又是非送的 又就像刚才的鱼管比业 那个做得古着古服的 还做得一点腐质性 所以呢 那个东西啊 就当这个 真的啊 来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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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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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上账 很多人上账 这个而且卖得非常的贵 嗯 他卖里边 有一个人呢 他是 呃 他们一队的 一队的啊 他一队要卖五十万 所以这个如果谁能买便宜点的 买四十五万的 比较四十万的 可以出手 这样子出手 但是开始的时候啊 让我去建队呢 他就在了军委招待所 他就没有了 我也认为那个是真的 我也认为那个 我觉得这个造型还是不错的 我也真的了 但是后来啊 在那个古董铺里面发现了 古董铺里面发现了三四个 大家就发现不行 这个矛盾在哪儿啊 就是他的 他呀 这个造型呀是蛮胜的 但是这个意义是太胜的 并不是他古董铺 而是现代的 还是现代的品品 所以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是非常名贵的 非常名贵的这个作品 那名贵的作品呢 在那个 徐先生那个 徐强唐先生那个 国务官里面收藏的一件 因为他呢 我们呢 编那个 徐世纪书馆收藏由于新次了 他那个档纳能够辅置了以后 我看他那一点呢 他把这些人都要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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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问了几朋友 这个东西 在香港现在在国际市场 能不能有这种贵的 它是有 它是有 甚至还有一百多万人都要 这也是一种 这个直径屏 融权气质 非常多的 传统的造型 然后这个呢 拿出官养也有 所以这个 这个品质的造型是 是虚析 拿出官养 它很有可能 可以放下 拿出一个成统屏 这个呢 颜色就比较大一点 但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但是呢 这种乡舞的流行 是在南宋 离心乡舞 这个叫离心乡舞 离心乡舞 这个离心乡舞 南宋道远都有 这个南宋 南宋道远 然后南宋道远都有 不过呢 这个 南宋的呢 它那个自然一点 乳高一点 原时 原代呢 它有些这个族啊 就像一个过儿一样 就是 就像一个过儿一样 就像一个过儿一样 就是过儿一样 这是把那个 商都时期的 调清晴力 清晴力的造型 那 这是 这个是原创 这个为什么是原创 这是底族啊 升下来 底族 升下来 升到这个 底族啊 它已经可以足地了 那么三个族呢 慢慢就成为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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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看这个族 非常优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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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湖的流行比较多 在海外出口的唐國 紫蘭超鮮海南上的 發現了一萬八千貨店的磁性 還可以打了 打了上一萬八千貨店的磁性 因為八千貨店的磁性 林平均有算 張文文有算 他打了的磁性就是這種的磁性 但是南上的海底城城是元朝的 但這個有可能是元朝的 有可能是宋朝的 元朝的就是要笨拙一點 吸引造型現場的一種誘惑 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最近有一個人 拿來建立一點 折战瓜董的磁性質 那個這個太陽 或是資本文的風向 一樣堅持這次 做出非一場的元朝 但是呢 很右面比較亮 隆天性質 跟各位朋友交代一下 這個隆天性質表現的量 不是一個建策 連我們今天就是太亮 太亮 最近的教权 很亮的東西 隆泉廳廳有很亮的東西 有很亮的東西 比如說最近一個 你的這個 你軍就領導 那樣的氣 又跟他搜索的一樣 但是呢 我還懷疑 公文家的 因為他們的 拍呀 還有些製作公益呀 那遊戲下的刀痕 那一種金根下 這就是我用的 亮極了 亮極了 我說不打可怕 恐怕是 爽的 恐怕是有問題 不過這樣嘛 我們再得到準確 我給你寫介紹信 講一個那個 李斯波把這個 美國不分析 他剛剛在進去 他已經發育過多年的解決 做得還不錯 比較準確 口課性比較大 可惜 讓他去提加一個 他必須要讓李先生跟你簽名 讓李先生簽名在這裡生效 他說李先生 他說 他說 這位 還要麻煩你 他說 我不對啊 他沒理由 我不是不對 所以我去得到李先生的話 就是說 原來 原來過去其他要的東西 把他非常明亮的東西 都作為懷疑的樣子 就是說 一定會 但是明確性是 沒有什麼 這個亮極 他做得 而且不是一般的苦 而是非常強 非常umer Naruto 融爹清查有人本來 有一個道德 很標準 他真的很浪費 叫做一堆 K文 hologram 這 jumping 有几樣 Punk 非常稀少的 偉諒元素 所以呢 還是 core 他们先說 跟創集 從其他方的角度 就是 跟他來 來講 皆謂 這是員春力的 这个就是原产的高顺起来 刚才是男生的 不男生对原产的相对必然 现在我们继续 中国讲讲鲁天气池的建立 日本人建立 日本人身份鲁天气 主要的特点是 它是北胎 但是如个人反击 这是北胎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呢 它的鱁像那个银动的足鱁 所以银动的足鱁一样 足鱁 像这个足鱁链的足鱁一块 银动的板板的一块 就是一块玉 一块玻璃在上面 这个非常的漂亮 蓝色啊 这个绿色啊 非常的漂亮 真是清脆里面 这个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它死板 没有这个玻璃的一样光 它是银动的这个 足鱁一样 那么那个光子啊 能感到有呆板的感觉 有呆板的感觉 第三个点是它是成型 这个日本人的成型 它是用机械冲准 机械冲准 所以它的这个碗啊 盘啊 鱼板那些 规矩矩矩矩啊 规矩矩啊 就是用冲堂冲出来的 没有手工制作的那种疑惑型 没有手工制作的那种疑惑型 有呆板的感觉 就是一种完全是买了一个机械制品 它是买了一个机械制品 那么 第三一点呢 就是啊 它最喜欢做的就是有双一席 大家知道这是有双一席两条鱼 它最愿意做的是两条鱼 但是日本人呢 它没有到过欧江 日本人没打到这江去 没有到日本的那个东西江里面去 它们只感觉的啊 应该是 是两条鱼 其他上面 所以 它那两条鱼啊 是两条僵食的鲤鱼 而且是一般人齐的僵食鲤鱼 那个鱼鱼头啊 回锤的 回国的 甚至长长的 对吗 就像日本人下朝一样 咯咯咯去去的鱼 躺在那里 哈哈哈哈 啊 因为下朝一样 咯咯去躺在那里 一点都会懂 我们的龙泉洋的鱼 不一样 我们龙泉洋 那个鱼啊 我们原来都不认识 我们原来都不认识 我在考古的时候 一点都不认识 在以前 我们不知道它那个什么鱼 因为龙泉 琴尺上面那个鱼啊 它头是三九形 它头是三九形 那个 前身呢 非常远古 但是那个尾巴 还伸得非常细 那个底下 翘上的那个 后来的鱼尾啊 比三嘴鱼 翘上的 很弱 我都不知道这个鱼是什么鱼 不知道这个鱼是什么鱼 那么我呢 所谓考古队长啊 我在那里考古啊 我们也没在意这个 反正大概是也不 也不见对真假 也不见对真假 我们也不在意这个东西 这也好啊 一个渔民啊 也有武民啊 就拿这个条鱼就来了 而且我说 您这个条鱼 你engers出去 这个乙默的调馬上 九二天一天买下了羊,哎好,我就问他,我能拿水的办法,有盆子,浓郁的油盆子,装了水盆子, 我说鱼啊,对吧,我说鱼啊,我说是什么鱼啊,我说你们那个地方的特产什么鱼啊,他说这是鲤鱼啊,我说你瞎说我什么鱼,鱼啊,我说别的鱼我没见过,鱼我还没见过,鱼我那不得了嘛, 我说这个不是鱼鱼,那什么三哥鱼,不知道是群鱼到底是什么鱼,他说是鲤鱼,他是先生,他是队长, 他说我们这是欧江里鱼,我们说这个鱼啊,山沟里面生产的鱼就是这种鱼,我就,啊,欧江里鱼,从此以后,我就知道龙泉青是三个鱼,是欧江里鱼,而且这个鱼啊,龙泉青的鱼跟他一样一样,跟他一样一样一样的,他那个, 他那个,哎,投资人三个鱼,紧不细细的,那个,收了骨子来,北方里面,跳起来,他也非常不要,他那边很不要,那么,日文人那个鱼呢,就是先从我们大前世纪,就是我们今天当时起来的鱼,鞋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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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鞋鞋的,鞋鞋鞋的,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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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不把他压得平平的,他们歪一点,扭一点,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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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我们欧江农天青石地区 酸蜜土生产的那种国药的 带一个很强的线条变化的主义 为这个就是一个真假的变定 这是日本人时期的区别 日本时期的区别 主要就是造型石板 跟机场压出来的 胎要是胚胎 第三 又是银洞的尿气一样 就像银洞的尿气一样 好像银洞的足油一样石板 在我们感觉上无法接触这种 没有比较银洞的玻璃光 另外双鱼是僵尸的领域 像布洪博物院 撒海博物网 其实都有所讲的 它也有几十年历史 现在呢 比现代农仙地区做的 农仙地区做的 农仙地区做的有很多种 有大桌上做的 原来农仙市场做的 还有一小桌上做的 那么现在在流行到市场上的 这些平均的尿气一样 所以坚定起来是比较困难 它坚定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呢 就跟这个 进行了一些分析 要进行了分析 现在流行秦始啊 它的这个 它变位的贴点呢 我们大概分到六个大桌 现在仿流行秦始 第一个 从整体上来看 现在的仿品流行秦始啊 仿的是现代艺术品 它是体现了现代艺术品的风格 没有啊 它也达不到 啊 宋代 元代 龙泉清始的艺术品 那艺术品的它达不到 啊 其他一点呢 就是它的胎皮啊 它是细门 北滩 它是北滩 它的露台部分呢 是灰贝水或者白水 不是啊 这个宋啊 南宋啊 龙泉清始的 或元代龙泉中的奖规色 也不是啊 那个北滩的龙泉清始的龙泉啊 也是状态的那个胎皮 也就是状态的 那么 现在的小厨房 现在的小厨房的部里 有东西啊 比较粗笨 那么 台体啊 含砂 这个呢 龙泉清始啊 里面呢 一般不含砂 龙泉清始啊 台体只是有清初之分 有粗胎 有粗胎 你看那个粗胎啊 这个台体就比较粗 就要粗啊 但是看到这个台体有什么啊 大家看到没有含砂 没有 没有明显的 骨肉在外面的 它有点沙力 但是现在呢 有些龙泉清始啊 它那个 又啊 还是斗不透 你看那个底竹 这个山竹炉啊 你看那个底竹 那个底竹啊 它有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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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言部分 口言部分 露出台队的部分 那你放大镜看里面 它有啥地方 这些呢 有一边的 文献是白摊 完全是白摊 就是白摊 白色的 指标作为 所以上面的文献 清幼 所以很漂亮 它是追求那个 南宋律的质感 南宋律的质感呢 它那个 就在山竹炉 你在这个炉底下 炉的那个主体 露台的部分 你给它放大镜 它们 它是白摊的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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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它有的时候啊 用张东西去染一染啊 或者这种东西啊 但是啊 它那些掩盖不出来 它那个质力啊 跟真文献清是一样 跟真文献清是一样的 跟真文献清是一样的 那么第三个 就是胡思宏的现象 这个胡思宏的现象啊 这个 现在呢 就是 他 胡思宏啊 一般呢是比较淡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是一个 宋代带玄奥的一个贯子 就在 尼斯公文身上 这也是 那么这个底子啊 弄台队股盘 都有这个胡思宏的现象 胡思宏的现象呢 北宋的龙天青蛇 因为他 他就比较重要 所以 他呢 含的那个 龙天青蛇啊 含的这个 含的这个 铁啊 比较重 所以他掃出来 那个 那个 或者是 红色 是黑褐色 褐颜色 就是那个 很贴性的颜色 比较深 褐色 他这个 红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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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口褐形象 不笑的 那么 这个 蓝宋的呢 他是浅浅的 有深 有浅 有这个 比较 民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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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现在假的呢 他假的呢 一个呢 他就是 用这个 提醒水啊 抹上抹 抹着啊 喷整漆 喷整漆 就像一只油漆一样 整整漆漆的 一样的深浅 一样的深浅 那么 在最近几年呢 你发现一些 这个 文献青蛇的 这个 胡虫啊 波兰姆虹 波兰姆虹 他就是啊 隐隐地出现的红色 这个 很大的油 很大的漆漆 但是他那个底竹啊 其实最大的整漆 农村青蛇的底啊 没有什么刻意的行政 不像那个 南宋官邀啊 北宋官邀啊 或者是 南宋的行政 他呢 就是特别整齐 而且他小准一个精 小准一个精 他制作工艺上就行 制作工艺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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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是 波兰虹的现象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这幼子啊 太稀松了 有的呢 尽管啊 他这个 上的比较厚 上的比较厚 上的比较厚啊 不代理是幼子 啊 幼子好 上的厚啊 是因为他那种幼子配置的 他好几次 上幼 多次上幼 但是呢 无论多次上幼 还是几次上幼 他都比较稀松 幼子不正 有的太绿 有的光在发梅 这除了整品的意外 啊 他幼子的稀松 啊 幼子的发黄 啊 在方担心看看 他这个幼啊 那个气泡啊 一个一个的啊 就像亚丹青一样 而且呢 通过了六层啊 看那个白色的台片 看得非常清晰 他白的台片好像正在这个底下 就要像我们隔着一层 牙丹青一样 来看着幼子啊 看着这个清晰 所以这个 它是对六层的 这个直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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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笔上不对 绝对不对 那么 最后一点呢 这第六一点 是培花不到位 培花不到位呢 最明显表现就是 布局要减少 就是它的布局减少 它的位置嘛 它布局的很少 龙天青史 要是有培花花文呢 你看这些培花花文呢 它都是 从尖到佛 都比较满的 按我们往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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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花文 上下 有这些培花 就没有 那么 这个 好 它是有培花 它是蓝色的组织 它们呢 它是一个大盘子 中间呢 一个海塘水线 维持一个装饰区间 装饰区间 它就是一个这一枝花 外面没有了 还有呢 有些小碎的花文呢 来装点边上 很简单 还有很简单 这个 我们呢 这个 要提高提提 我原来 有一个 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非常著名的教授 也是日本的 早年的一个 日本的大学的教授 他自己本身是新加坡 他成本是新加坡 他到中国来以后 他非常高兴 一下子都买到两件不全新驰 哎哎哎哎哎 买得好多过来 零花鞭的 嗯 好多过来 他打算问我 啊你快来快来 我们今天欣赏我们这个收获 现在我的利益 他说 我是马在哪啊 他就在后海 我是马 走走走走 我就到后海去了 我家里有点近了 我点齐齐 这个花文的内容在实际上 他在那里面的位置以真品啊 不相符 而且再一看呢 刀锋凝乱 这个刀啊 这是不愧可以的 啊 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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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那个名义唱 婉转的这个刀法 他可以刀下 再可以刀下 再可以刀下 这本总是一个花文 所以刀锋凝顺 刀锋熟 那么这个啊 没有章法 没有章法 这是加坡的 而且这还做得比较好的 这还做得比较好的 后来啊 看到好多人的家庭呢 都摆了这个东西 就是那一批 那一批 那一批那个 龙转青蛇 所以这个啊 是我们建立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非常重要的这个依据 那么这个 其他的啊 还有一些这个经验 还有一些经验 那么我们呢 就 这些是水株栈 对 啊 这些是水株栈 正是水株栈 啊 这些是水株栈 那么 那这个 主要有三大 三大这个这个 这个 三个大的这个 次要区 一个呢 是五花栋 一个叫五花栋 这三个地方都是堆积非常厚 堆积非常厚 堆积非常厚 这个持有虽然是离这个繁华的前世比较远 但是宋徽宗本 宋朝的皇帝宋徽宗本 他就寻托了展示贵有亲和 御豪调打者为上 金梅茶寨上网 他就意识购义 他就购义 这个是我们在福建文化当里的文称 因为农民呢 他就是捡了这个碗 删了这个碗呢 他就把它底漢打掉 打掉摩摩摩 磨平了以后,他摆在地上卖,一百块钱一个,一百块钱开始去,都是一百块钱一个,甚至还有去着找的,农民人也是赚他东西,还是赚钱的。 所以我们一去了,一开会,心不在开会,而是做的。 我们现在去买这个东西,刚下去要是两百块钱一个,非常贵。到我们后来,随便拿,一百块钱可以买五个,也可以买十个,所以就完美了。 我这个呢,去买一百块钱一个,因为我也生不了花钱,我就买一个,买一个,因为不让买,也不让买。 我们也是亲底下人嘛,去帮我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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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一个。 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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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老乡的开会,也不准买一个,不准在研究那种,也不准在营养自己的剪除写。 那么我们这个主持会议的会长和副会长已经跟不开不开,但是心里面,巴不接着自己读了很久。 因为我们要研究,你这个规定上我们也真是想突破,所以我实在是不想当这个队长,什么样的计划,我当这个干事就行了,我这个一辈子啊,不做国呢,是无政治无主义,一做国呢,不是无主义政治。 这将来呢,我们发现这个宋代的谣词里面,在武一县,那个有学对的,还有呢,在北方那个北兔豪,北方的兔豪里面也有学对的,很多地方都有学习这个道学的,但是都不对。 有些我们现在,现在渐阳地区啊,这个富豪馆啊,这个华城啊,生产的非常多,有几个大家,有几个大家生产的东西啊,日本人都包了,日本人说你生产多少要多少,生产多少要多少,我们不准你拿到社会去卖钱,他们都包了,但是,但是这个,这个经营者啊,是利益,有利益的主义,你日本人包了,你日本人不能全体被人看了, 你日本人不能全体被人看了,你日本人不能全体被人看了,你那边包了,他这边拿的是什么呢?这个卖给人家的古董饭的拿出这样,这个当人物的片子。 所以呢,有的日本人买的拿出这一队啊,跟他们买出这一队啊,跟他们买出这一队啊,跟他们买出这一队啊,这个工厂生产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因此啊,这个,这个,这个土豪长这一队啊,在这个社会上名声低落,名声低落,低落得非常厉害,低落非常厉害,而且呢,这个,就是根本不可信,根本不可信。 原来非常贵,原来就是毛小富的一件房品,他自己的房品,卖到160万到200万一元,200万一元就很贵 到现在根本没人买,根本没人买已经搞错了,已经搞错了 所以中国的商业精英把中国的优秀人化一层糟蹋 那这个是日本国宝,日本的国宝,对吧 他们呢,中国的油体,就是福建建养的,你看这个胎啊,请大家看看它那个胎体,跟我们这个胎体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很粗的,因为它放大了,它放大了,我们这个放大了以后跟它是一样的,它那个胎 这个胎啊,这个是切骨胎,可是在表面上呢,因为它自己保持得非常好,表面上啊,这个光子呢,因为我们这个胎 因为它这个胎体,胎体做的这个,这上面是他们相似进口,相似进口 这个东西,这简直是这个价值的颜值 原来日本人说,他们这个胎体啊,全世界只有他们一人 而且只能有他们一人,因为他们呢,只有他们,这个日本人有钱成一人 结果我们呢,一个台湾一人,澳洲是一个香港的,一个香港的一个企业家 以香港的企业家,他就回信息 就,我就要买上一件,我就买上一件,后来就听说日本人又出了一件 日本又出了一件呢,他就说,回去到日本去了,到日本去了 日本人就说,那个东西你跟我买不提,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买不提?你要多少钱?他支票一扔,钱吗?你要多少钱? 你不是就有钱吗?他买回来了,就买回来以后啊,他又放在他的书里头 放在书里头,他的书啊,是我帮他修改 我帮他修改,他又提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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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的 那么我等于就重新帮他写,没帮他写,帮他写,帮他修改,把他书编好 但是这种东西啊,我始终不帮,但是他没有,因为太大的代价,所以呢,我就不好把他枪毙了 但是说话呢,比较含糊 我这件东西啊,就是那种,似似而非的语言呢,就用这件事 不过呢,他这个,他这本书啊,大多数东西都是好的 他这个,有这件东西的心呢,也是好的 就是你日本人,我也要有,所以,后来听到他是做个试验 做话语试验,话语分析呢,他在相当大学分析说他是对的 他对的,因此呢,你就是对的,我们呢,只是根据的一个造型啊,外观特征啊 就是这种分析啊,他就没有他这个,这么好的,没有这么优秀 啊,没怎么引起这个,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这个良痒啊,这个梦辣啊,这个梦辣啊,这个梦辣啊 它是它的特殊造型品牌 有一种像个脏刺 像个脏刺的比较厉害 以前的龙泉气质有点 所以判断了一件文贴地区法典 法典充满的 他们整天在考虹的时候 就用龙卷养 我说那根本不是 那是建筑的东西 它有点比较脏刺 顽固的脏刺 它这个造型是一个特殊造型 那么这个伏笔呢 上部分上比较古粗一点 但是下面呢比较瘦 伏笔呢 这个伏笔的直线呢也比较直 幅度极小 小底 底部呢比较厚实 这个底部呢是比较厚实 挖的比较厚实 但是那个矩子啊 竹呢也比较小 竹呢是比较小的 但是那个挖族的竹园呢 挖的特别浅 挖的竹园呢 大家看这个竹园 挖的特别浅 那么挖的特别浅呢 但是做工还是很娴熟 它有点就是一刀斜下去 一刀斜下去 浅浅的就挖出来了 你看我们原来不是说 用手磨胎啊 老的一定是不拉手的 但是建要相反 这样确实是非常拉手的 就是拉得出出拉拉的 你看呢 台梯里头的一个杂质 台梯的杂质非常的多 这个台面呢还正好 这个台面呢 大概是我当时捡的时候啊 就打破了 新打破了 你看这个台面 这是作为的铁壶台 但是呢 看起来 并不是重置的铁壶 还是有杂质 还是有很多杂质 就方大并看来 对了很多 很多那个 回复100个杂质的杂质 但是呢 我一般啊 一般买不下 我被一般打破了 就完了 如果你要买东西 你买就打破了 那就看这个 看这个铁壶 它是这样的 拉手摸起来 拉手摸 是 很是 很多比较高 它是铁铁 铁铁眼花 中国的厚度比较高啊 这一块都是要放上去的 其实不好是放上去的 多数他90%以上都是铁舞台 但是没有黄黄的这个台 打包了也是这个颜色 这个也是我们的杨宗来剪的 但是也比较粗 也拉手 也比较粗也是拉手 现在的铁舞台真的能做到这个 李老师刘迪环这个展 他这个光线这么强 是不是拍照是反光的 黑的像砂锅一样 非常的黑 他这个大部分的特别比较粗 哦 比较细 大部分的特别比较细 他和李老师讲他的鉴定的时候 讲他的家庭的特别 我们跟各位介绍 所以这个一个子哥问的现象 这是他独特之处 工业很严实 而工业很严实 第二呢就是讲奸阳的台体特征 讲奸阳的台体特征 现在的台体很坚硬 很厚实 可离啊 绝大部分就比较粗 他是一种 他用红色的 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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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氧画耳其的 红色黏绎屯的 红色黏绎屯做出来了 红色黏绎屯做出来的 红色黏绎屯做出来的 他分那个中性的 比较粗的 气氦菌石一痒填充在里面去 所以,它整个开极的颜色是干色,干色无光,摸起来拉手,打摸起来拉手。 那么,这个颜色,它有的是黑伙色,有的是黑伙色。有的微微深一点,有的微微红一点,所以它的颜色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看那个剑瑶的那个堆层山,那个瓷片的堆层山,就在里头踩,有时候踩空了,从苗头滚下来,就把身材一股划破了。 但是,那个地方,现在农民,里面是挖起来。 挖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党大万维的学员,党大万维的会员,他们不能那一套,还会直奔农民那儿去。 什么农民那儿去叫农民家里,那农民家里,有这个区域一层楼,那农民把里面堆住,它是那个要价很高,各种各样的产品堆住。 还有一种白色的,用白色的点,所谓的白色的这一般,白色的这一般都有。 所以,它那个台体是坚硬厚厚,可离绝大多数,比较粗,它是红色的三样花儿体的颜色,加上这个粗的,中的,细的,十一砂的颜色。 台体是干色的废红色,而这个一般呢,在这个稍稠的气固的表面的颜色,比这个,打破了的台体表面的颜色要浅一些,要浅一些,要微微的颜色,要温润一些。 那么前一年呢,红货色,也有了黄货色,那就像有黄的,有黄的颜色,但是这个颜色,比较少的,比较少的。 第三点呢,就是剑阳的黑幼,幼层比较厚,大家看到,剑阳的颜,这个幼啊,也是多次上幼,也是多次上幼,比较厚,而且呢,也有流动性,也有流动性。 但是这个流动性呢,剑阳啊,没有太多的,太流动的,太多的,太流动的东西。 那么,流动呢,很厉害的也没有多少,因为太流,太流也没有多少。 这个颜色,红货色,这个是刚刚,烧出来就爆肺了,埋到了这个瓷器堆一堆,没有泥土。 它是瓷器落瓷器之路,我们把它翻出来,你看,这个还是比较有典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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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型的就是, 它当时,它当时,烧损准备太大了,也有没有看到,也有没有看到。 剑阳的极又很厚,因为呢,有的地方,厚的有这个,半个,排行那么厚。 但是,最著名的副好展呢,它的又是,呃,有这个,三个因素造成。 啊,最著名的副好展呢,最成功的副好展呢,它少成的因素啊,是三个因素,啊,我们希望服用的那样,记一下,三个因素,啊,三个因素造成。 比如像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副好展呢,三个因素造成。 第一个,它是由盖藏食的吸金引起的。哪,盖藏食?盖藏食的吸金,盖藏食的吸金引起的。 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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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律出来而形成,也形成这点,这个说法。 那么,第二一点呢,第二一点呢,就是由右下表层逐步离去,二页分享引起,二页分享引起。 在右下面,右下的逐步地区,逐步地区的,这个二页分享,二页分享引起,出现这个激进现象。 那么,第三一个,第三一个,就是右层下面,接近表层的地方,铁列维利集团。 就是,还三下话来提,铁列维利集团。因为它离不开铁,铁列维利集团。 那,铁列维利集团,引起了一种铁,铁定现象,那么就生成了土豪。 这个生成了土豪,生成了土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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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了土豪豺,生成了土豪豺。 那么它稍成了温度,稍成了温度,要一千三百度。 稍成温度比较高,毕竟这个质质啊,比清质质啊,比其他要质质质,温度都要高一些。 它要一千三百度才能稍成。 你看这个台具和这个柳右的现象,极右的现象 但是现在呢,家不懂啊,他这个完整的序物啊,拿到社会上来啊,他柳右留到这个地方 一团一团的,留到这个地方一团一团的 现在我们这个呢,你看,他这个柳右留到这个就维持了 而且呢,这个相对来讲,这个碗毒啊,比较小,那么这个毒啊,这个挖的比较浅 这个刀呢,有的是竖的,有的是斜的,还是比较规整,还是比较规整 虽然谈不上,谈不上什么意思不够,但是呢,他做法还是有一点脏法 还是有一点脏法,所以这样子下,是我们呢,宋代科学技术发达的产业 是我们的工匠啊,对于铁元素,对于铁元素的这个结晶 或铁元素的袭晶现象,以及二样子,二叶叶分向右 还有呢,就是那个盖长师啊,跟他一起起作用的结果 那么他就采取了有效的工艺措施,有效的工艺措施 那么使他,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那种现象 那么这个兔豪宅呢,当时啊,他本来就是一种这个粗词 本来是一种粗词,但是宋徽宗的皇帝啊,是一个文化品位很高的一皇帝 他当皇帝啊,是一个错误,历史啊,就不应该他去当皇帝 如果他当一个艺术家,或者当一个评论家,书画家,评论家 他都会民粹签读,他的画,他的字,他对一个艺术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很精辟的 很精辟的,可惜了,他不应该当皇帝 他不应该当皇帝 就像我们伟大的那些毛主席,你啊,你最好不要去当皇帝 你写字,毛主席的字和毛主席诗,是我们民族啊,一个值得骄傲的一个 他的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呢,他文化大革命发展了,他的什么都得点 都比人家看得人的东西 所以,他实在是有点迷思误会 那有点迷思误会 这一个人呢,平淡,有平淡的创造,有平淡的幸福 做到高位,有高位的威胁,这个东西 宋辉忠啊,就是,他对这个,现眼的分析 这样的分析是很精辟的 他从这个初词当中,感受到他的美 所以呢,他就宣传,他一宣传,他底下的大城菜香啊,跟着这些茶味 然后其他人呢,就跟着这个,所以啊,核子啊,就普遍的发展 而是普遍发展,而是影响到周边国家 影响到东北亚的朝鲜,还有呢,日本,还有呢,南方的蔡国 这些都对核茶长大,非常感兴趣 那么那个,这个,这样啊,这个,这个,他的鉴定 他的鉴定,这个,主要的,真假鉴定 真假鉴定,呢,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根据我自己的体会 和我们见到的一些,这个,这个,假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agsระ 我的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荐药瓷器啊,它这个缺乏失败感 他工艺掌握不好 掌握不好他就查到好处 这个剑咬 他那个构图 就是很巧妙的 让人很难理解 他那个口微微的张刺 但是一诚心下去的话 他出现一个子沟 然后在外图下来 又松下去 瘦瘦的 他那个纸沟很特殊 就是我现在要处在这本书里头 原来画怎么画不像 怎么都画不像 画不像来 后来因为在 在那个 有一本书叫国外出版 国外还在日本 还在日本出版 他像日本一个艺术家 日本一个艺术家 拿到那个 剑影哑的图片 在一边看的时候 他要自版 他顺手去勾 勾出来 哎呀勾的真相 把他那个 只勾那个神来之 他这个神来之笔 一简单的两条线 一下子就勾出来了 所以我这次用这个书里头 他们说这个太简单了 我简单用 你给我登出来 你给我登在 而且浓在比较显眼的位置上 他真是把他那个神了 把他那个不但行的勾出来 把这个神也勾出来了 所以他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条 构出一个很精彩的一个道题 所以这个道题呢 现在做起来很复杂 很复杂 有些呢 线条宽了 有些呢 指钩纹了 深了 有些呢 口圆薄了 缺乏这个时代版 还有最主要的啊 就是他那个底足过分呢 加工比较宽 顶竹那个结晶的体重会比较宽 所以那个竹啊 也就比较大 竹一大了以后啊 那个比例啊 最后就失调了 竹比较大 然后叫挖竹 挖得比较深 挖竹把挖得比较深 所以在造型结构上 他没有那个建阳的时代感 没有建阳的时代感 这一点呢 希望我们同学啊 体会 体会了以后呢 去看这个假的病建阳 现在建阳啊 天下啊 主要是看我们的演义 主要是看我们的演义 我们的这个古董铺里头啊 有一批福建的古董商 一个福建的古董商啊 他呀 在那个地车里面啊 他往我那个建阳之间 他一堆堆地摆出来 一堆堆摆出来啊 他里头啊 有一两天在 他从那个卢巴档地方去啊 去买 他有一两天 他放到里头了 放到里头的目的 就是引诱人们来去买 连真的假离奇嘛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看我们的演义 对吧 顺着地得出他的真的 那个时候你看他的脸色 他已经 你把我真的买走了 但是他那个价钱也都是很贵 因为他贵了 他贵了他露馅儿了 他贵了他露馅儿了 所以你就紧急着得他那个 你得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嘛 对这个他的造型啊 他的指根文的